AK-427有效射程300米 子弹出速710米每秒 不过那是在空气当中 如果把它放到水里面扫射 它能打多远呢 不会超过2米远 为什么啊 因为水的阻力是空气阻力的800倍 你能体会到船它有多难了吧 在阻力如此之高的地方前进呢 难怪它要想尽一切办法 把自己的脑袋削得尖尖的了 但不对啊 我看到了一个很反常的现象 在很多大船的船头下方 居然突出了一个 看起来又圆又笨的东西 在我看来呢 它不仅拉低了整体的颜值 而且难道不会拉低船头的流线造型 让原本就不小的阻力进一步的增加吗 我一定要找到一个解释 今天它来了 我是人称百科全书的火箭书 下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 这船头上凸出来的一块东西 叫做什么名字 又有什么样的作用 而这样的作用 对我们的日常生活又有这样的意义呢 好 先来说它叫什么名字 它叫做船匕首 或者叫做球匕首 都很形象啊 毕竟这么突出来的一块呢 确实是很像船的鼻子嘛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 为什么我们要在船头上装上它了 先来说结论啊 它跟我之前想的恰恰相反 不仅不会增加船的阻力 反而还会降低船的阻力 怎么做到的呢 我们先来看一艘没有船匕首的船 在水面上前进的时候 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 本质上 当一艘船在前进的时候呢 它是在推着前方的水一起前进的 所以首当其冲船头部位面临着最大的阻力 同时也把这里的水推到最高的位置 接下来这部分被推高的水必须要流到某个地方 于是它只好沿着船身侧面往后往下流去 进而就形成了一个遍及整个船体的上下起伏的波浪 这样就带来了一个明显的坏处 我们都知道啊 阻力的大小是跟接触面积有关的 接触面积越大呢 阻力也就越大 而当这部分沿着船身侧面往后流动的水 震荡起伏的越厉害的时候呢 它跟船身之间的接触面积就会变大了 所带来的阻力也就变大了 这种阻力叫做新波阻力 它不仅会消耗掉更多的燃料 也会拉低这艘船的最高航速 举一个现实当中的例子啊 美国国家地理频道曾经制作了一部关于玛丽皇后2号邮轮的纪录片 里面讲述了这样一件事情啊 这艘造价8亿美元的邮轮 在其总体设计已经定下来的情况下呢 航速却没有达到要求 最高只有20多节 而订货厂商的要求是 该邮轮在平静海面必须具有接近或者超过30节的航速 要保证它能够在6天内横渡大西洋 从而具备无法匹敌的竞争力 然而此时的邮轮动力推进系统已经开工 没法再额外增加功率了 这个筹坏了邮轮制造厂商 最后你猜他们怎么着 他们的设计师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 把玛丽皇后2号船头前面的那个突出物加长了2米 然后问题就得到解决了 邮轮航速终于超过了30节 可见船匕首在降低阻力方面堪比魔法 但我们该如何用科学来解释它呢 有两种解释 一种解释是 当我们把一个球状的物体放到水下移动时 由于球前方的水体受到挤压 所以压力上升 从而使上面的水面隆起 而到了球的后面压力下降 水面也就被拉了下来 碰到船头后 自然也就不会涌起太高的波浪了 另一种解释是 船匕首所产生的波浪 能够跟船头其他部分产生的波浪相互抵消 就像是你让一个波正好跟与它的相位相差 180度的另外一个波叠加时 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呢 两个波都消失了 从此变成了一条直线 浪直了 阻力变小了 油耗变低了 速度变快了 谁不高兴呢 难怪我们现在可以在很多不同类型的船上 看到造型各异的鼻子 它们有的前身较长 前端较尖 横截面呈现出圆形或者椭圆形 浸在水里面的深度也较大 叫做撞脚型船匕首 通常用在低速丰满的船型上面 满载和压载时的降住效果都很好 另外一种看起来比较熟练的船匕首 叫做水滴型船匕首 它出现的最早 特征是体积较小 且集中于船头的中下部 这种船匕首有利于 减小设计水线的静流角 多用于中高速的船上 还有一种船匕首叫做SV型船匕首 在上个世纪60年代提出并被广泛使用 其特征是整个船首 从侧面看起来呈现出S型 而匕首下部的横截面 则呈现出V型 适用于手部抛面称V型的船 在较宽广的速度范围内均能降低船体的阻力 并提高推进效率 还能显著减小船手底部与海浪之间所产生的撞击力 专一属于叫做抨击 从而避免了结构变形与破损增加了安全性 此外SV型船匕首还有较好的破冰性能 所以用在破冰船上挫不了 当然还有其他类型的船匕首 我就留给大家来帮我补充吧 最后我想再补充一个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几乎用到了 跟这个工作原理一模一样 但是却比它又更离我们亲近一点的一样东西 你猜到了吗 降噪耳机 因为声音也是一种波 为了抵消耳机外传来的杂音的声波 降噪耳机会主动制造出一个跟它的相位完全相反的波 去抵消掉它 是不是像极了船匕首的角色呢 不知道当初第一个发明了降噪耳机的阿尔玛博士 有没有受此其发呢 我是火箭书 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